北京时间9月4日,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消息,小罗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,如果他能够与梅西联手的话,那么只有耐心人才能够击败他们。 梅西和小罗堪称是过去这么多年,最有天赋的两名球员,甚至在祖坛历史场合都能数得着,如果与梅西合作的话,小罗说,只有耐心人才能击败我们联手,需要指出的是,小罗与梅西合作过,早在梅西2005年出道时,便与小罗合作三年,遗憾的是,他们所获荣誉不多,不过当时梅西并未在巅崩, 对于自己在巴萨的首秀,小罗说,那是我的第一场比赛,一个历史性的时刻,我记得我的手力进球,那非常特别,不过我不记得之后的比赛中发生了什么,比赛结束得很慢,我认为我们回了家,那个时代在快乐中开启,我们在场内外都非常享受足球,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,我的哲学显然是去享受,谈到瓜迪奥拉,小罗有些遗憾,我希望在瓜迪奥拉的巴萨气球,尽管有时极其伟大的教练和极其伟大的球员之间会出现问题,但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